泛马泳次郎怎么也没有想过 原始人皮克居然也想插手这场父子大战 见此泳次郎变得更加兴奋了 他早就想和皮克较量力烦 可还未等他出手 变牙就狠狠的一拳打在皮克的脸上 强大的力量将皮克的后槽牙都给打掉 这一击彻底的激怒了皮克 他摸了摸受伤的牙齿 可刚要发火却发现 此时的变牙竟然比他还要分手 变牙不允许任何人插手他们父子经的大战 虽然皮克听不懂人话 但他还是从任牙的表情中感受到势 这是一种自然界中不成文的法 当两个雄狮争夺地位时 其他外师不得插手 明白了任牙的意思 皮克默默地来到一旁安静的作用 而任牙与勇次郎的父子大战再次开始 只见勇次郎猛的一脚踏向第一 以迅雷之势对着任牙的面门就打出一局 场边观战的群众都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清勇次郎是如何出手 原来早在勇次郎发起攻击的瞬间 任牙就已经做出反应 任牙的面门 任牙都开始扭曲 仿佛时间都停止 可就在这时 狡猾的勇次郎却提出一个建议 随即他伸出自己的手 表示由他来进行倒数 五秒钟结束后双方开始出拳 可还未等任牙同样 勇次郎的手指已经开始倒数 随着倒数结束 任牙并没有选择将手拧口再抽出 而是让手的位置不定 快速地使身体下蹲来达到拔拳的目 可就在任牙以为自己胜圈在卧室 却没想到勇次郎这老地灯竟然不脚舞 用没插口袋的拳头向他发起了 不愧是地表罪蟹生物欺负儿子还真有料 可任牙也不是赤岁人 他快速地踢出两脚命中勇次郎的下方 还未等勇次郎反过来 任牙就快速地翻越到他的背上 使出了一记名为虎王的琴马术 一套连招遗弃合成 让在远处观战的奥利巴 都不仅夸赞起他的实力 此刻的任牙才真实地感受到 父亲的确被自己压制在地面 这种超越自身的成就感 使任牙从未有过 可突然任牙瞪大了眼睛 被控制的勇次郎居然摆出5K的手势 任牙的一番话 已经彻底激发了勇次郎的斗志 只见他举起右手 然后用力握紧猛的一拳砸向地面 以父子二人为中心 产生了剧烈的光暴 烟尘消散 永次郎竟将自己的拳头插进了地面 难以置信 任牙居然被来自地下的拳头给打回 这也太变态了 仅用一拳就将铺满力轻的地面打算 重新站起了任牙 从裤腿里不断躺出滚烫的热水 可即便是被打尿 他也没有丧失和永次郎对战的影响 他再次向永次郎发起攻击 虽然被对方轻松躲过 但他还是把滚烫的热水 降了永次郎一身 终于永次郎忍不了 对着任牙的要害就踢出一击 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任牙踢飞出去 而永次郎也摆出了 泛马星人独野的夜问 任牙快速调整身形 也摆出了和父亲同样的夜问 如此可教育 永次郎也决定激发出任牙体内的看法之心 只见他高举双度 露出了他那犹如恶鬼哭泣般的背骨机 永次郎火力全开 对着任牙的腹部就打出一击中拳 恐怖的力量直接将任牙打上了天 直到撞烂路边的汽车才勉强停了下来 可永次郎的攻击并未停止 又是一拳将整个车都打翻了会儿 此时的任牙已经彻底的失去了意识 而这就是开启泛马之血的唯一办法 只有不断的在生死边缘徘徊 属于泛马一族的鬼背才能觉醒 再次郎火力全开